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大聊起来他讲话好温文如雅 来我们要来看一个最新的财经消息 是IMF宣布人民币纳为全球第五种储备货币 好这件事情因为我本人是一位财经白痴 所以请记这是什么意思啊 翻译成白话文给我听 好我知道实期两件事情很有名 一个是对棒球的热衷 跟对财经知识的热衷 他讲了我两大白痴事项好可恶 我想人民币纳为SDR 这代表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重要的进程 对中国人民币希望能够境外流通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他的意思是说以后我们出国 譬如说在欧洲在美国 我们可以用人民币进行买东西 境外流通也不见得就是变成当地的货币 比如说你去欧洲还是要用欧元 但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在准备他的外汇存底的时候 人民币就纳为他的准备的一部分了 了解好吧 来我们今天其实要谈的事情 是张胜和他昨天说针对众所税要进行等等等等等等的修改 其实有很多的疑问 第一个是说他的时机点 为什么会挑在一个投票前四十几天的时间 因为明年2月1号马上就有新国会要产生了 那不是现在不应该做一个这么大幅度的变动吗 第二个就是说他又说在税机不变的情况之下来检讨众所税的那些扣除额的项目 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过去八年都没有做 为什么突然间现在才做 那他检讨的部分是合理的吗 这些东西好 坦白说我都不懂 赶快 请记得来告诉我们大家 张胜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他突然间被雷打到 突然间我们来改革一下 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财政部提出一个正式的方案 来谈那个所得税到底要怎么改革 那只是看到的是部长在一个 好像是统一发票什么样的活动 他就讲了这件事情这样 怎么那么草率啊这个人 众所税如果要改的话不是一件很盛大的事吗 对所以在选前我想大家都会期待有一些税制的减税 但是等到选后就会发现我们的财政其实状况很糟 所以这几年大家可以预期到的事情都是加税 我常常讲一件事情说债留子孙 那对不起那个子孙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就是被债留的子孙了 所以我们这几年面对的大概都是加税的议题 对啊我就想说我们国家不是很穷吗 已经借钱借的不像话了为什么还要一直在减税呢 所以看张部长里面谈的内容 他说一些扣除额可以再减掉一些 但是其实我必须讲其实比较中低所得 或是适用所得税税率比较低的5%的啦11%的啦 基本上多数人用的是标准扣除额 也就是说你没有列举扣除额的空间 他去增加这个扣除的范围呢也用不到 那就算你是用标准扣除额 那老实讲大概在降税的过程这只是一个小恩小费 大概就是一个便当两个便当这种钱 所以我想应该建立一个文化是选钱任何减税的东西 他好选没的措施 其实我们都要心里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是不是只是为了选票的一个短期措施 可是他讲得很漂亮 他就说譬如说我们要检讨那个扣除的项目嘛 那所以什么教育的也可以再多扣一些什么念高值 听起来好像也乱有道理的啊 我的感觉都是too good to be true 好像这么好的事情在选拳发生就觉得怪怪的这样 我反而倒回来应该想一想就是整个所得税 因为税改有它全盘的考虑 你不能改一边要另外一边倾斜 所以整个所得税的问题基本上有几个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对薪资所得者来讲 这个所得税的负担是重的 但是相对来对资本利得的获得的人 炒房啊不要说炒股啊 从股票里面赚到一些利得税的啊 这里面扣的税是轻的 所以有人说这不叫所得税这叫薪资税 也就是说受薪阶级的每一毛钱呢 大概都跑不掉 不是每个月预扣就是明年五月的时候 面对一笔很大的所得税这样 那相对的很多资本利得在里面 是没有被处理到 没有被磕到税 那所以整个税制有它全面性全盘性的考量 所得税的占比或是一些 重所税的一些问题应该全盘一起来谈 而不是应该只是拿一个减税啊 然后好像讨好选民啊 那这个到底对整个财政上能不能复担啊 这是我觉得很怀疑的一件事情 对景景你刚刚讲到说资本利得的清税 那所以就让人想到了他又前不久 我们费了证所税嘛 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 证所税本来是资本利得要扣税 是一个比较趋近于公平正义这样子的 税的这个做法 那所以现在你在判断这个政府 他到底是在干嘛 因为他取消了证所 然后也要检讨这个证所税 所以他到底是在干嘛 对我想证所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家如果回顾那个证所税的修法过程 基本上就是几个字 反反复复嘛 然后东拼西凑 然后最后呢 他顾此思彼 譬如他强调一个什么8500点以上的天险关卡 那最后变成妨碍股市上涨的一个天险嘛 最后只好拿掉 那这种做法都是很扭曲 很抓紧见走 左之右触的做法 所以所得税的改革更应该小心这件事情 因为所得税现在是我们税收里面的大众 那整个税收又是融通 整个政府财政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如果这个税收又打了一个折扣 整个财政的收入没办法融通财政需要的话 我想这个国家整个政府 包括他未来 包括要开办长期照顾 一些全球化里面大家受伤的一些事情 也希望政府来做的 他的财政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弱 这个大家要非常担心这件事情 那有可能按照张慎和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多检讨了这个众所税的 可以扣除的项目 然后可是我们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税机 我们不会因此而减收 他有要帮富人多加税吗 其实这几年所谓的富人 我想都有加到一些税 但是我也 我所谓的富人 就是说他所谓的富人只是 受薪阶级当中所得比较高的 无论如何就还是受薪阶级就对 受薪阶级比较高的 特别一些高阶的人才 他可能会磕到45%的税 然后再加上二代健保2% 所以我们的税已经贵到比美国还要高 真的吗 所以甚至现在会出现的问题是反映了人才外移 不只是企业主当新加坡籍 我自己的大学同学好几个人 他们宁愿在国外工作税比较低 但是他变成不能在台湾待超过183天 所以许多在香港工作 在新加坡工作我们的好朋友 他们都是礼拜五晚上趁12点之前飞出去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然后让在台湾待的时间低于183天 要不然他会被磕到我们的所得税 这样子好难过 所以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所得税 不是税率高不高的问题 而是很多税机没有进来 所以张盛和讲了一半 他认为说他这些减税不影响税机 但是他自己也没有努力让所得税的税机扩大 也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讲的 资本利得 从房屋的增值所得当中是不是有进来 所以房地的实价合一要努力去推 那这些证券交易所得 一些债券的利息 现在可能是分离课税 但是15%可能比所得税的最高到45%太低了 那反而相对的这几年 我们发现政府在做的都是一些减税 大概都减企业的税 减一些真正有财富的人的税 譬如说公司的盈利事业所得税 从25%降到17% 这次你不能再调回25%吗 对这个要有一个讨论的过程 那民间有共识 要不然就重演证所税的历程 那另外就是遗产赠与税 以前遗产赠与税最高边际税率是50% 现在变成单一税率通通都是10% 然后当初的想法就说 我们这样一条大家就不会把钱藏在海外 都会汇回来 结果有没有 结果有一些汇回来就继续去炒房 把房价炒得很高 真的是 那所以还不如就当初那样子 不然进来炒房让大家都痛苦何苦 对啊那这些减税措施最后造成的就是 我们整体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 那只好靠举债来融通 所以政府的负债越来越高 我大概昨天查了一下数字 最新的是10月底的数字 中央政府的负债是5兆3000多亿 这是还是账面上的 这是一年以上的账面上的 非自账性的债务账面上的 5兆3000亿耶 更可怕是账面下的 所谓潜藏负债 包括年金啊 军公教人员的退付 劳保的退休金等等 劳保的部分的未提存的准备啊 财务的缺短啊 18%的欠款啊这些 这个数字就非常吓人了 这个中央政府的潜藏负债是13兆多 非常吓人 13兆多 我们一年中央政府总计算也不过一兆7千万 一兆7千到一兆900 9千亿 这几年其实政府的税数不断在膨胀 从一兆6千亿一兆7千亿 到明年的预算啊 我们加上特别预算 一个很小的特别预算 已经要破两兆了 所以政府的税数已经多到两兆 那我常常担心 我相信最近 那个几个财经界的人士也在讲 政府占用了这么大的 的经济资源 一年就是两兆 但政府有没有发挥出 他要扮演的功能 或是政府呢 只是让他的财务的问题 在拖累这个经济的发展 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事情 我说政府的财政 在拖累经济发展 这个是有他的根据的 比如说政府现在人事费用 法定义务支出 就占了七成 所以政府没有多余的财政能力 比如说景气不好 他要扩大公共建设支出 像现在毛泽国院长在讲的 但他回头发现 他根本没有财政能力 去扩大公共建设支出 了解 来刺激景气 所以这个政府的功能 就是慢慢在萎缩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趋势 但是也是我们很担心的事情 对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严重 就是你看我们有 每年的预算这么多 可是光是那些死的钱 人事的那些负担 就占了七成 所以我没有多的钱 去创造出经济的动能 就是我要丢进去 然后一块钱丢进去 它可以创造出 五块钱十块钱的效果 就没有这种动能出来 所以就没办法 那所以这个政府现在能做的 也只能丢一些小钱 譬如说什么 40.8亿 经济什么补助 节能家电 旅游补助 这种 这种小规模的钱 多少还是有一点用吧 有没有 这种小规模的钱就是 没有用 一个便当钱 小恩小惠 那事实上整个财政的漏洞 非常大继续在流失 譬如说18%的改革 其实改革的步调有点慢 但是事实上已经开始改革了 这个要肯定 可是一个18% 先跟现在市场利率 只有一个% 这个差额全部是政府补贴的 那一年就是七八百亿的财政支出 那这财政支出就是 每年七八百亿 七八百亿这样走 那能不能就直接全砍 也不能 也不能说新政府上来 我全砍 大家都不要给我领 那应该是暴动 对啦 我想这些改革 大概都需要渐进式的 可是国家就没钱了 他们领那么多是怎样 所以应该全盘来考虑 军公教整个退休的话 跟他在职的所得比 所谓的所得替代率 不能高到某个程度 加上你的18% 加上你的公保养老金 包括你的退幅 整个加起来 如果超过你所得的七成八成 那我觉得就应该要做适度的检讨 在财政不好的状况下 那不妨碍你个人的生活 退休的老人 经济安全的时候 会适度的要接受这些改革的主张 像希腊啊 对不对 希腊破产之后 他们就改他们的年金 他们后来所得替代率 好像49点多% 对不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比照希腊 因为避免我们要跟他一样破产 就直接定一个49点多% 你们大家都不要啰嗦 对 因为有一个 比较干脆有没有 很现实的问题 军公教是独立的一个基金的账户 像军人的保险已经马上入部付出了 对 在108年 他完全没有钱可用 而且就是说基金的钱全部用光了 那个军是最快的 那公跟教 还有劳保都马上面临的 入部付出的问题 会有破产的危机 这不改革不是 以后债留子孙啊 让后代的人背这些债而已 而且是我们这一代工作 到你老年的时候 你不去改革 到你老年的时候 可能是领不到退休金了 那所以新政府上来之后 他会不会忙不完啊 因为这个国家没有钱 让他做事 然后可是他又要去面对 砍大家钱这件事情 那请问新政府不会很 很坚韧吗 所以啊 就是做政府的 要是很有毅力 很有改革的意志啊 那对那个整个问题的方向 全盘要能够掌握得住 才有办法推动改革 所以民进党有财政的全盘 掌握以及改革的版本吗 有这个我倒是有信心 真的假的真的 因为其实民进党曾经执政过嘛 那执政的时候累积了蛮多财政界的人才 那其实我会慢慢了解这些问题 也是受惠于一些财政界的前辈 那跟他们一起探讨问题啦 那才继续琢磨 继续在成长 才知道这些问题这样 所以很多这种财经的政策老实说是延续的 那改革不没办法一步到位 但是呢 稳健的改革是很重要 譬如说这几年应该慢慢大家有个政治文化不应该再减税 就是刚刚提到的 第二个加税的话要怎么加 其实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其实很没有加税的条件 我们倒是应该想办法让经济慢慢回复 那随着经济回复呢 那这个税收会慢慢收入会增加 那在这段时间呢 大家不应该再做一些无谓浪费的支出 否则中央政府的财政在苗栗化啦 在稀老化这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很快会遇到的事情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也不是说加税 只是让这些大老板 特别大的大老板们 他们也要缴税 否则你看我们每年的税收 其实有七成以上都是受薪阶级嘛 然后很多大老板不是 我看过那种统计数字 就真正有钱人的大老板 他们其实很多都不用缴锁的税的 因为他们可能做账做一做 然后就发现哎呦我不用缴税好爽 以前一些公司啦 有没有办法让他们缴税 对缴税这个事情是最值得被探讨的啦 如果这个租税公平性都受到很大质疑的话 这个租税制度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说回来就是说这些大老板 是什么样的所得的人没缴到税 这几年譬如说鼓励所得 然后可以扣除个人的所得 这不会已经减半了 慢慢会进来 这就是一步嘛 那像资本利得的课税 比较有突破可能证所税是失败的经验 但是不动产的实价课税 几年内开始要慢慢推了 那这个有一个好处 让房地产比较逐渐的降温下来 比较炒得过热 可能在堆叠那个泡沫经济这样 所以我这个税改是全盘在考虑 然后这个税改不能影响 整个经济的发展 也全盘一致在考虑这样 那有一些特例 确实比如说公司缴的税很轻 个人赚了很多钱 其实缴的税很轻等等 这个我们在一些 所得税的申报资料都看得出来 那我们要分析它的太阳 到底是为什么没有缴税这样 慢慢让它所得进来 进来所得税的税机里面 一步步去刻它这样 但是我也必须讲 就是说现在恐怕也不太适合 制造这种 老实讲是一种社会鸿沟的对立 有所得不缴税 就像当年证所税改革 不是当年今年而已 证所税改革会失败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都炒股 炒股的都不缴税 其实我想股民很多 包括小的投资人 他们其实都已经交到证交税了 那他的证所税没被交到 他就认为说我的证交税 来来去去千分之三千分之三这样 有时候一个月做个一两百万的 来去可能十几万二十几万 但是多做几回 可能你的交易额就上百万 你被课到的税就很多 所以制造这种对立的时候 就把炒股的人讲成是有钱的人 让你要多交一些税等等 这种对立反而对改革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反而应该是有一些共识 而不是去做这种对立 那这个共识是因为我们财政 确实有问题的 那大家在年金改革当中 要稍微忍耐一点 然后大家在税收的改革的过程当中 要稍微忍耐一点这样 但是这个公平性是经得起大家的检验的 不是都改我 是大家都一起改 不是我个人被减了 而是说就改了之后会更好 然后慢慢的经济会能够发展得更好 所以我的所得会再增加 我觉得我们讲的时候都还蛮 就是我觉得我们都还算乐观 就觉得改革嘛 就是我们要怎样怎样 然后要减少对立 我告诉你其实 真的要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那个阻力太大 否则怎么会有什么军公教联盟党出来 就捍卫军公教权益 都还没开始要改了 现在就已经在那边捍卫了 很正常啦 民主社会就是会有一些 各自的主张都不一样 很正常 好只要讲到财政的件性 我就觉得这国家乱没希望 因为谁太穷了 别太悲观 来 北谅莎来 欢迎休闻姐 待会儿再来 超级爆爆 波多大大事 来 备点细早婚咯 我们今天波多大大事 访问的是陈锦记财经专家 也是富邦的独立董事 然后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 整体很多 离地口口有关于财政问题 你看我们光讲那些项目 有众所税的 有镇所税的 有各种劳保 军保 公保 批哩啪啪 讲一大堆 就是你看那个项目 很多耶 那整体而言 我们国家的财政的动 到底有多大 动大到什么程度 我想两个吧 一个就是政府的负债很大嘛 对啊负债刚刚讲嘛 五兆 五兆多嘛 然后加上潜传负债十几兆嘛 这个都是天文数字的嘛 那倒是从这个洞来谈是比较有意义 就是我们先起码去补洞 对怎么补 让这个水继续漏继续漏这样子 嗯 我先介绍几个洞啦 一个洞就是我们人事经费非常的高 我现在我昨天特别查了一个数字 明年的 明年整个中央政府的原额是13万多人 中央政府才13万人多 对13万 就是编制内的 约聘雇啊 临时人员那可能不算 他人事费是4137亿 这人事费占整个税处的比重是两成 哦这么多 所以啊 他的薪水这么高 所以啊 4000多亿耶 用人的费用非常高 我这个还不加上退幅哦 就是现在有在工作的公务员 有在上班的公务员 编制原额里面的13万多 要命哦 人事费4000多亿 所以我们两兆左右的支出规模嘛 税出规模 然后4000多亿的人事费 也就是说政府发 对耶 花一块钱 花五块钱就一块钱是用在人事上 好可怕 好可怕 对 那这个几年前 大家不是听到政府在做人事组织的精简啊 总原额法啊 这些不是都过了 对啊 不是人应该会越来越少吗 可是我发现越精简 好像人事费用越高 那为什么 可是我们有中央原额法 不是就有限定 你不准超出这些 限定了总额 对不对 啊我知道了 所以他后来就用约聘雇 他就不在总原额里面 这些 好贱哦 还有啦 特别像新北市啊 这些升格为直辖市 他的原额还在扩张 哦对 还在扩张 因为他本来是县级的政府 现在变直辖市的政府 对 所以人事啦 退伏啦 再加上法定的社会义务支出啦 或是我们现在 债务这么多 他的利息钱也相当可观啊 这些债务付息加起来 大概整个政府的预算的 七成左右 都是这些法定的支出 所以从这边的支出 不去稍微赌的话 那我们收入又不足 所以每年的负债 还是会很大 所以我们要减低 人事的负担的比例 呀呀呀 像苗栗就是 所以开除人吗 所以那个说法是什么 开除你 有一个开除人的例子 就是今天苗栗的新闻嘛 因为苗栗入不付出啦 然后不是工程款发不出来 人事费薪水都发不出来啦 那这个一定非常严重 因为公务人员的薪资 是公务人员自己发的 自己都没办法发薪水给自己 那整个士气非常低落嘛 那可是他又必须熬到 苗栗都破产 他才可以走到开除这一步啊 所以他就先开除临时人员啊 先开除约聘雇啊 所以财政不好 不是债留子孙 我们是被债留的子孙 而且财政不好 第一个受害的是公务人员 对以前我在云林 有一阵子也财政状况非常不好 甚至会濒临发不出薪水 云林这一次不是因为苗栗的 问题也跟着爆发出来吗 对对对他也被拿出来讲嘛 对对对 那我在云林的时候 陈寗就有一个工友 他跟我说 拜托我九月的时候啊 薪水是可以如期发放的吗 我跟他说 我大概看了一下现金流 应该是没有问题 说因为九月 他小朋友要缴学费 那没有薪水 完蛋 他说他一家之主的地位 会不保这样 讲得很严重这样 所以我想财政不好 真的是大家都连带受害了 这个倒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想财政的状况 大家有必要花一些时间来了解 而且这种财政的状况 如果不去调解里面的支出结构的话 不让政府的财政支出 那个size稍微小下来的话 再增加多少税啊 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你的浪费那些 都还是没办法挡得了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 那如果从政府开始做这些 我就让月拼雇的啊 零食工的这些人 原额变少 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变成 到市面上面要找其他工作 那可是又找不到工作的话 那不是又会使得什么 失业率也会变高啦 然后反正就会变成一个循环 没错没错 所以不是贸然去砍这个人事费 然后特别把一些就业上 比较弱势的 别聘雇的啦 临时人员啦 其实临时人员就适用最低工资 基本工资而已 所以他薪资其实不高 砍那部分呢 去增加 去减少你的财政浪费 其实比重不高 我们倒是从原额里面去看 就是说哪些原额 是要再去检讨的 或者是说一些退府啦 他的财务设计是不好的 所以造成财务的那个洞 越来越来越大这样子 这个要去考虑的事情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补动 第一个从人事费 这件事情 从人事费 从法定的这些义务支出 都一并要去检讨 有些社府的项目 我必须讲整个社会福利 有它全面的考虑啦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几年社会福利啊 坐在老人的身上很多 这也没办法是喔 坐在身脏啊 坐在一些这个部分要去检讨 比如说妇女啦 二度就业啦 我们的妇女的劳胜率偏低 昨天有一个英国的教授 跟英国代表处来找我们聊的这个事情 而且通常妇女进入家庭之后 会再出来到职场上 会有第二波妇女就业的高峰出来 这在日本啊 韩国都有 那我们没有耶 对 我们的女生进到家庭之后 就大概进到家庭 不会再出来就业这样 对 这个影响几个事情 所以日本跟其他国家还蛮多的 还有第二波高峰 大概在35到40几岁左右这样 那他们都出去干嘛呢 他们都会再继续工作啊 所以会有一些适合他们做的工作啊 对啊 其实现在我们不是缺了一些 一些比如说财务的人员啊等等啊 这个都是女性很适合做的工作 不过这样讲有点刻板印象啦 但是确实是 我们还是要对妇女的二度就业 要有一些比较友善的计划在支持她 那比如说我们刚闲聊的时候 聊到像长期照顾嘛 对 长期照顾有个很重要的策略 就是说社区照顾 让老人在社区里面 在家老化嘛 对 那他需要一些服务的时候 就是社区的这些 可以提供他这些服务 可以创造就业的机会 了解 这个就是要帮都一起去设计 哦 了解了解 这个不会花太多钱 但是是能够把一个长照体系 慢慢去培养起来 然后对就业是有帮助的 对财政支出是比较节约的做法这样 了解 我跟你讲 我为什么财经这么差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哦 一个问题扣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再扣第三个问题 然后再扣第四个问题 它根本就是一个循环 就是变成整个 整个国家 它每一个 每一个东西都是联动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搞不懂财经 不会啦 那问题太大了 太客气了 其实 超难的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心里多少都有谱啦 都知道现在的问题大概在哪里啦 只是缺少一个比较聪明 比较能够整合这些服务的政府来做这些事情 因为过去财政很好 所以政府就是花钱了事 花钱就可以做事 对 然后选票就用减税就可以拿到选票了 但现在不一样 你减税选民很聪明 他知道这个减税减不久 你要做这些事情 他也觉得你这样花钱财政上根本支撑不了 所以大家选民越来越聪明 你要有一套全盘的计划 跟政府说我的政府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政府要怎么跟国会沟通去做这件事情 那怎么有效率 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之下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未来政府的很大的挑战 好啦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人事要砍啦 然后这个军公教的退辅制度也要 要检讨 要检讨要讨论看看要怎么办 对 好 还有什么其他重要事项吗 重要事项 就是可以补的动 补的动 很多啦 譬如说两三年前老保有一阵子传出说财务不好 对 然后老保就有一堆人 去抢领 抢退 对对对 赶快办退休啦 赶快抢领 一次领 而且是一次领 老实讲这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领月退奉 领个六七年就超过你一次领的金额 对那我们现在人平均余命都很长啊 对 不是几岁退休你要规划三十年的生活啊 对 结果你大概领了一次领就把钱领完了 那后面的老人的经济安全是很危险的 可是你问他们他们为什么一次领 他说老保会倒啊 那我不一次领以后领不到啊 所以老保如果真的大家都觉得领不到 大家就去领一次领的话 那会超过老保的准备金 安全准备 也就是说他可能以后会有现金进来 但是现在现金不够 真的被大家领到倒了 像银行挤兑的这种状况出现 老保挤兑 对 老保挤兑 所以老保的改革也是要去推动的 而且老保比军公教的问题更严重 就是说我们看军公教几年内会入付付出啊 但军公教退服的人数是62万人 但是保老保的人呢是980多万人 这个不得了 如果不好好去改革 好可怕哦 天啊太可怕 所以最后 警戚要跟我们说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 民进党有一个全盘财政计划 真的哦 什么时候就真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明年就真的政党轮替 所以一上任开始 你们整个财经的团队 就会开始做这些事哦 我们谈了这么多事哦 我很希望明年的财经团队 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因为大家都很没有勇气 要去做这些事情 对啊 做这些事情很困难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逃不掉吧 不过我想哦 整个问题 大家有一个全盘的共识 大家知道从哪边着手来改啦 譬如说军公教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有些问题 但是不要继续互相刺激啦 比如军公教就说 你老保洞也很大啊 好那我是国家养的 那雇主是政府 他当然对我的军公教退休要负担啊 所以大家都不要再去动 各自动员自己的社会分歧 去制造那个冲突而已 嗯 而是大家一起去坐下来 好好聊一聊 这未来要怎么改 因为不改的话 我们遇到的冲击都很大 对 因为少子化嘛 所以未来我们退休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工作的人 可以缴保险金啊 来付我们的退休金 对 那在老人化嘛 都预期要活很长啊 所以大家都有责任整个社会 一起团结的一个方式 来解决这些年轻的问题 财政的问题这样 对我觉得就要是要打破 每一个人的本位的概念啦 就是你不要用自己的职业 别作为那个思考的起点 就是你的思考起点是整个国家 对 所以你才会比较公平的 比较健康的在面对 国家财政的这件事情 而且讲到少子化 我真的觉得 现在小孩子超惨的 你知道吗 我走在路上看到小孩子 都对他们很好 因为我知道他们以后 缴税都要来养我们的 对啊 超惨的 一个小朋友要以后 没过20年之后 他们按照这个计算出来 一个人要养三四个老人家 我现在有这个数据 就是现在是工作的人 可以工作的人口 大概65岁以下 他要扶老要扶幼 这大概是三个要养一个 三个工作人要养一个 114年开始 变成两个要养一个 114很快就到了 10年后啊 很快啊 然后到140几年的时候 要一个养一个 那个担子非常非常的重 对啊 以前我们跟父母比 我们都这一代的人 起码不会比父母那一代的人少 对 看来越来越开始 人口是负成长了 所以是老人很多 年轻人很少 对啊 有点麻烦 所以以后只会路上对小孩吵 对 好吧 开玩笑 好 8点52分了 今天非常谢谢警记 到我们现场来 谢谢哦 好 谢谢 谢谢